这位女嘉宾简直是练宗天花版的玉姐 行走的了汉教科Suna 早在出见面的时候 她就对男嘉宾宽宽一天憧憬 我是陈一辰 陈一辰 陈一辰的玉姐 可男生却与女嘉宾甜妹 较得十分投机 你们会干嘛 如果就三年 我会再来教育 台湾呢 再来教育 看着两人的关系逐渐贴近 于是玉姐在分组做饭环节 开始动起了一些小心思 那就你们就换吧 那周六就我们做 OK啊 反正就下一次是你们做 随后科S直接在甜妹面前表明害度 要我要 好 那我们换一场 三两个小说 谈话间就给彼此制造了独处的机会 姐姐真不愧是志勇双卷呢 到了第二天 玉姐也是为了迎合困困的作息 特意早期等她 你在弄咖啡呢 拼在大家一起聊天时 映造出专属与两人的氛围感 你不是甜的 我不甜的 你吃吗 我所有甜都不吃 你吃吗 我吃 我也吃 好惨啊 齐俊 当两人单独相处时 玉姐还会突然向她撒娇 她没有自己干 好想去啊 甚至会主动开口 要求亲密接触 咱俩为什么不带围续 对我们应该带围续 要记上吗 要 一起的 这种专属于两个人的小动作 真的很难让人不心动呢 到了第一次约会时 有缘的两人再度会命运 安排到了一起 而玉姐也抓住机会 不断向她释放自己的魅力 妈呀 我最好帮你挡个下风 那你坐这 来吧 还会用行动表明自己一直都在关注她 她不要奶 我不要 我咖啡里就不放牛了 记住了 哇 都记住了 这对CP不在一起 仅只是天衣男伪纳 但即使两人已经互生情愫 却依旧阻挡不住 冠婚那四散的魅力 我想给你 陪玉姐却丝毫不慌 很快也想出了对策 她先是趁着女生聚会时 直接在众人面前 军事主权 不是跟一辰出去嘛 然后她带我去了一片 陈胜如荡的一片特别大的湖 就我那天是发现我俩就是非常的契合 就甚至是我们走路就叹气的频率都一样 所以就是还挺好的 截止有头戚索号 将约会地点选在了昆昆最喜欢的地方 最后则是在不经意间 扫清两人爱情路上的伴奖时 你坐前面 我坐前面 我坐吗 白钱 这段关系在玉姐的努力下 之间变得甜蜜又牢固 可身为主动异慌的她 却甚至单方面的付出 注定不会长远 于是她以退为进 瞬间扭转了两人的地位 花生 你看这个花生了 又长又悬啊 原来疫情人如此旺盛的公公 也会有被征服的一天 只能说几句的爱情小技巧 真的让人很难不中招